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法老要用约瑟的时候给他权柄 给他地位 给他尊荣 给他许多的一些丰盛 而中间也包括一个就是法老顾到他的需要 为他建立家世 不但给他娶了妻子 后来他的妻子给他生了孩子 约瑟有两个孩子 一个叫做马拿西 一个叫做伊法莲 长子叫做马拿西 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记下这个名字 表示这个名字和约瑟的人生是相关的 他说马拿西的意思是说 使之忘了 我使他 神使他忘了 什么意思呢 约瑟说 我给我的孩子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那就是往前看 不要一直活在过去的伤痕里面 不要一直活在过去的不快乐里面 那个忘记不是说真的那段记忆消失了 如果记忆消失了 那真的是生病了 那段记忆没有消失 可是那个忘记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不再被那段时间的苦难 像一个侠子一样把我紧紧地绑住 以至于我天天都说 我以前好惨 我哥哥害我 他们害我 那个破提法的老婆害我 那个酒证忘了我 永远活在那些怨恨苦毒 被那些紧紧地绑住 不得释放 大家都会被一段圣经经文说 我很喜欢的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 就是可以过去是一个恩典 能够忘记是一个恩典 你知道有非常多人活在不快乐里面 那个心中的苦毒就是过不去 三十年前别人得罪他的 二十年前别人做的一件让我很受伤的事情 二十年后继续 三十年前他骂我一句话 像用刀子捅我一刀一样 但是接下来这二十年呢 每一天我像放录音带一样 重新把他骂我的话再拿出来 每一次想一遍就再戳一下 再戳一下 我身体上千仓百孔 第一刀是那个人伤我 后来是那个忘不掉的记忆继续伤我 这也是你的人生嘛 你有没有跟主说 主啊 让约瑟的恩典也在我的生命里面 让我可以忘记 忘记那个不快乐的记忆 我问你祷告好吗 主啊 我相信今天你把这一段恩典三六五放在我们中间 绝不是偶然的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 主啊 我不知道主啊 我的弟兄姊妹在哪里 他们在什么样的困难里面 但是我们在里面承认 在耶稣基督里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 经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主啊 让我们愿意让旧事从我生命里面过去 我不要紧抓的那个不放 主啊 把马拿西的恩典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忘掉那些不快乐 别人伤害我们的记忆 以至于 主啊 你的医治早就临到了 我却不要把我关在怨恨的监牢里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主的医治早就临到 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 关在那个怨恨苦毒的监牢里面